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阵瘟疫似的 大汉王朝的重臣纷纷步张良的后尘而去 首先是一代武将樊快紧跟着张良去了 接着曹参也不甘落后 汉惠帝五年八月 曹参病逝 曹参死后 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成了一个大难题 按照当年刘邦的遗嘱 曹参之后可用亡灵为相 如果刘邦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也好 直接把亡灵推上相国的位置就行了 但问题是当时病危中的刘邦 还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 然亡灵受险于之 不能独任 须用陈平辅之 而陈平致使有余厚道不足 最好兼用周伯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有好几个转折点 但刘邦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这一届的相国要么不上 一上就得三个同时上 亡灵 陈平 周伯一个都不能少 关于这件事 吕后和刘盈进行了一次商榷 结果是 把周伯安排在太位的位置上 再把相国称呼改成另一种称呼 丞相 而丞相的位置设左丞相和右丞相 以便把亡灵和陈平两个人 同时都安排上 任命通知书下达以后 结果是 亡灵任左丞相 陈平任右丞相 周伯任太位 好了 丞相的事总算是这样搞定了 时光荏苒 春去秋来 张皇后已经由十岁变成十三岁了 这个时候的张皇后已经发育成熟 是一个大女人了 这几年 吕后对刘盈什么也不关心 却很关心张皇后的肚子 每次都问相同的一句话 你的肚子啥时候能大起来呢 可是 欲速则不达 就在吕后着急的时候 张皇后偏偏就是不给面子 肚子就是空空如也 吕后为了大汉江山的稳定 眼看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她想出了聪明绝顶的一招 既然张皇后的肚子不争气 那就找其他肚子争气的女人去好了 如果非要把吕后的计谋 说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话 那就只有四个字 借负生子 于是乎 首先从后宫传来了一阵风 说皇后怀孕了 而对突然刮起的风来 众人自然议论纷纷 总之就是一句话 对张皇后的怀孕这个事 持着怀疑态度 风吹出以后 吕后自然也得让众人相信 这不是空穴来风啊 于是她马上举行了盛大的家宴 在盛宴上 众嫔妃们都见皇后的肚子 果然鼓起来了 对这个事的怀疑就大大减少了 几个月以后 张皇后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而与此同时 刘盈后宫中一个怀孕十个月 正要临产的宫女离奇失踪了 那失踪的原因很简单 张皇后的儿子和她的儿子 是同一个人 两母生一子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既然如此 那就得除去一个母亲呢 这个姓陈的宫女 当天生下一个胖胖男孩之后 她还来不及为初为人母而高兴呢 就被吕后送来的一碗参汤给解决了 随后她的儿子 马上就变成了张皇后的儿子 就这样 张皇后借负生子的事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吕后用妙计 为张皇后生下一个太子之后 刘盈并没有因为喜事而高兴 相反的 她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自从她当上皇帝之后 由于她的人词和善良 朝中大权一直都有吕后掌握 而刘盈只有在为亲情 赵王陪吃陪喝 赵王陪睡了近一个月 赵王还是没能逃出吕后的魔掌 这件事的势力对刘盈的打击是巨大的 从此她有点心灰意冷 随后太后把赵王的母亲七级弄成了人质 看完人质表演之后 刘盈更加的失落 从此 刘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朝廷大事就彻底交给了吕后来全权处理 如果仅仅是这些 刘盈倒并不是看得很重 毕竟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雨 她看淡了权力 看淡了名声 看淡了一切 可是 吕后和沈义基通奸的事 她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 也正是因为这样 她才会把沈义基直接捉拿入狱 把吕后经的心口之打战 她不得不正视自己这个儿子 她发现了 原来自己的儿子 也有这么强悍的一面 就在吕后无计可施的时候 也算是沈义基命不该绝 白道黑道通吃的朱剑 妙手为她结了围 卓坚一世失败以后 刘盈知道她一生中最正义的表演结束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沈义基出来以后 吕后和她的关系更加如胶似漆了 也许沈义基被关在牢里的日子 更让吕后觉得人生苦短 春宵一刻值千金 于是她立即行动 把沈义基直接招入后宫 两个人整天都厮守在一起 而刘盈此时 只好每天去看望吕后 去做毫无意义的督查工作 而吕后为了分散刘盈的注意力 也给她安排了十岁的张皇后嫁给她 直到成功地生出一个儿子来 可是刘盈并不快乐 张良 曹参 樊快 这些国家栋梁先后归席以后 她有一种岁月催人老的感慨 虽然这样的感慨 对于一个才二十四岁的人来说 不免太早了一点 但刘盈就是刘盈 她此时这样感慨 却是心里边的真实感受 刘盈她在感慨 而老天却在感叹 公元前188年正月初一 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春节 正是居家团圆 和家欢乐的时候 可就是在这一天 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这原本是一个大晴天 金黄的太阳露着笑脸 挂在天空上 人们在太阳下放鞭炮的放鞭炮 玩耍的玩耍 气氛很是融洽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就变了天了 笼罩在一片乌云密布当中 有人就喊着 不好了 天狗要吃太阳了 当然了 大家并没有慌张 而是搬出家里的 所有的坦坦怪怪 敲打着 想赶走天狗 还天下一个金黄的太阳 也不知道是众人敲的声音 起了作用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 这次天狗只把太阳吞了一半 就又吐了出来 随即天狗迅速消失了 当然天狗临走前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会来的 你们等着瞧吧 果然 只过了四个多月 五月二十九日那天 也是中午时分 这回天狗出现以后 根本没有理会人们 拼命地叫喊和敲打 把整个太阳都给吞了 天空顿时全都变了 变天后的连锁反应是 真龙天子刘盈也变了 变得若不禁风 骨瘦如柴 只能躺在床上了 原来就在张皇后 坐月子生太子的时候 刘盈却每一天都酗酒纵色 这让她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 变成了这样 当然 刘盈的最根本目的 可能是要报复吕后 只不过她选择的这个报复 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道理很简单 就算你对吕后不满 就算你眼里容不得 沈一击这颗沙子 但你用这样自残的方式来报复 那最终是害人先害己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可惜当时的刘盈 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说 当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已经晚了 刘盈的病情恶化之后 张皇后每天都泪水连连 对于只有十四岁的她来说 皇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她这个明媒正娶的皇后 就意味着要守一辈子的活寡呀 而此时的刘盈 又怎么能体会到 皇后心里的苦呢 她正在做她的一连幽梦呢 什么赵王 什么妻夫人 这两个她当年 隐为自救的人 她时常能梦到 当然 这样的幽梦最好少做 因为每每这样的梦之后 不是大呼小叫 就是大汗淋漓 当然 刘盈并没能够痛苦很长时间 因为她很快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汉汇第七年八月十二日 刘盈并逝 刘盈英年早逝之后 朝中陷入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几乎所有人都为这个善良而纯洁的皇帝 感到惋惜和悲悯 唯独吕后心里边有悲苦 却说不出来 对于吕后来说 她唯一的儿子死了 这剩下老的老 小的小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而她吕家人又都食担力宝 她在悲痛儿子的时候 更担心的是朝中政权的稳定 都说危难之时 见人心 作为二进宫的陈平 她当年从项羽手下 转头到刘邦手下 后来又得到了重用 很大的原因就是 她总能在关键时刻 起到妙手回春的作用 这次她同样也不例外 她通过查验观色 通过心理学分析 找出了吕后 欲哭无泪的症状之后 来了个对症下药 她下的不是一般的药 而是两个人 吕台和吕银银银银银都是吕后的侄子 她提议是这样的 为了宫中的安全 请求太后封吕台 吕银银为大将 统帅南北两军 面对陈平的奏折 吕厚心里边感叹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陈平也 于是他连必要的客套都免了 直接就准奏 吕产馆南进军 职责是负责公中安全保卫工作 吕台馆北进军 负责京城的保卫工作 这一招果然够绝的 吕厚顿时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是陈平没想到的是 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封吕台吕产为京城南北进军统领 这竟成了吕厚打造吕氏天下的第一步棋 此后的吕厚极力想打造吕氏春秋 而要完成这一宏伟计划 首先得把吕家人封王才行 但关键时刻 刘邦临终前搞的那一套 看似儿戏般的败把子喝写酒 起了作用了 事实证明 刘邦的高瞻元竹果然是无人能及 非刘氏而亡 天下人共诛之 这个煞血同盟就像如来佛祖的魔咒一样 成了吕厚填满玉鹤的蓝鹿虎 绊脚石 如何让吕台吕产这些他的亲侄子称王 这成了吕厚的一大难题 难归难 但吕厚也知道 如果能把朝中三位重量级人物 王陵 陈平 周伯给搞定了 吕家人封王那就一如反掌了 鉴于陈平实时务的主动提出重用吕家人 陈平这一关算是不攻自破了 周伯这个人虽然正直 但还是好说话的 而且权位相对于王陵和陈平来说 又要低一些 因此 现在只要搞定王陵就行了 于是 吕厚把王陵叫到宫中 说出了想封吕台和吕产为王的想法 可出乎意料的是 王陵一点都没给吕厚面子 他想都没想 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吕厚的意思 其实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搬出刘邦当年留下的马血盟事 非刘氏而亡者 天下人得而诛之 吕厚想封吕家人为王 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杀血同盟 偏偏这个王陵毫不识抬举 哪壶不开他提那壶 吕厚那张脸阴沉得都快拧出水来了 却又不好当场发作 大义凛然的王陵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就是对吕厚来了一个拂袖而去 这一下可激怒了吕厚了 他决定拿王陵开刀了 当然 鉴于王陵有刘邦当年指定的 和丞相继承人人选这么一把上方宝剑 如果直接撤了他的职位 于情于理来说都说不过去 这样无涌无谋的事 吕厚是不会做的 明的不做 那就来按的 他对王陵的职务来了个变痛 拜王陵为太傅免去其丞相职务 鸣声按驾 这吕厚的招果然是高明 面对吕厚的出招 王陵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什么太傅啊 这明摆着是一个挂名的悬空的职务啊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于是王陵以身体欠家为理由 愤然辞职 都贺红薯 对于是王陵的缘子